大家好 OIT 有人问我这道题 例后的第326道题是关于3的灭 那么题目是这样的 一个整数 那么我要写个函数来判断 它是不是3的灭次方 也就是说3的1次方 3的2次方 3的3次方 好 满足什么这个整数 指的n等于3的x次方 x呢 也可能为0 对 为0的话就是1 最小的就是1 最等于0的时候 n等于0 显然n是大于0的数 是吧 最小 最小n满足条件是1 等于0是force 然后还有就是负数 它这里从负的2的3的1次方 到正的2的3的1-1 那负数呢 显然也是n不可能等于的 所以负数呢 全应该输出是force 好 那这2T我们先快速的做一下就可以 那我显然要判断 那显然是除 那么我先把这个n呢 判断是不是等于1的 那我放在循环里面 不等于1 如果不等于1的话 那我就往下做下去了 好 这里的话格子还缺一格是吧 对齐 对齐了 n不等于1的情况下 等于1显然输出结束 那就除 不停的除 那么一个新的值 n等于n 它要 先要判断它除以3 能否除以3 是否n能除以3 它的余数呢 是0 就能被3整除 如果能被3整除 不等于能被3整除 那么到下一步 n就等于呢 n再除以3 n就把它迭代下去 变小了 如果 n不能整除3 又不是1 不等于1 又不能整除3 那么显然它是 不是3的面次方 那我直接就 return了force 这是错了 force 不是3的面 如果是等于的话 那么上面继续 继续继续 直到n等于1为止 上面的循环力呢 是继续会做的 直到n等于1 那么n可以除到等于1的话 那么显然要retend什么 2 这些情况就是2 这个f要大写 再看一下运行下指 运行下指 运行下指结果 对不对看看 测试结果 开启奇数判题 速度还是要 不能特别快 测试结果 它可能要测大量的数字 所有这些测试用力呢 它需要测出来 测试用力是什么 R17 R17 K11 R17 0和1 它来做测试 我还有一个n小于0 没有写 首先如果n是小于等于0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显然要输出什么force 否则要循环就死循环了 turn force 所以它这几三个例子说测试 我这会再运行一下 前面可能这原因是下入死循环是这个原因的 好 force not defined f大写 不过老师忘了 第一这个字母必须大写 force个q 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好 通过测试通过了吧 对 123 k11 k11 k123 好 这时候我再提交一下 这看行不行 提交 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 提交的时候 它要把所有的数都测试一遍的 好 通过了 也就是说这个是正确的 那么这我们看下这个程序 如果n小于0 这个情况 循环等于1 如果这里一直不等于1的话 那一直处 处到等于1 或者处不下去了 那么就force 好 这个击败63点 69.23的用户 很好 好 这是一种 那它下面还有一个挑战性的东西 我被问到了 这个问题 挑战性问题就是说 如果不用循环 能不能做 题目描述 看一下 如果不用循环 这里呢 进阶 你能不使用循环或递规 我要来完成本题吗 这也是可以做到的 那要是要有一个列表生成式了 第一个n小于等于0的时候 那么首先都要返回这个force 这个我删掉吧 好 删掉以后 那生成个列表吧 power power3吧 power3吧 就等于 所有的这些数 所有的3的 x四方 这个x呢 3的x四方 if for 这里边要写for for x in range 从0开始 从0开始 现在从0开始 最大的话 因为它这个有个 有一个范围 n是在2的3的1次方 减1 那这里呢 x3的19次方 那已经比较大了 所以说超过19次方 也不可能的 最大是3的19次方 你把这生成是列表就放到里面 然后判断 这个n不是小于等于0的 n如果是在这个里面 那这个就可以直接就是n是3的 此方了 好 我写错了 p w 好 如果在这里面 return to 否则 force 否则returnforce rc 好的 好 这运行一下子 先运行看能不能过 三个测试一下子 三个测试过了 再做提交 可以的 提交 看能不能行 那么这个就利用列表生成是的 它不需要这个 通过 可以的 这个速度就慢一些了 这速度还慢一些 几百十三点几 那这里呢 这个生成是有这了 这里可以判断 n是不是 在里面 或者你可以用 count 计数 用count函数 计数函数 也可以计数 在这里面 还可以用index函数 index要小心了 index的话 它会 如果 缩影找不到的话 它会报错 用index的时候 你要用try accept tryaccept 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这里呢 我看到count 我来写一下子吧 先写个count 那么就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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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3.count count 这个n里面有没有几个 好 算n有几个n吧 count可以的 好 应该是如果 如果这个count是 大于0的话 表示能找到 是不是能找到 那就显然反规是true 否则反规是false 这是结果 提交 通过 应该是可以的吧 通过了 这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 把这个列表 计数 找里面有几个n 至少如果有一个n 有一个n出现的话 那就过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对 好 index index的话 虽然有try的 index 这power里面是不是index 是或false index 如果是对的 它就过了 不对的话 会好像会报错 我记得 再试一下 还过了 过了很好 index 好 这里看到没有 如果45 is not in list 如果45 是不在这个列表里面的话 那么它会报个错 那么它会报个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用什么 try except把它扣起来 try 就防止报错 找得到 过关 找不到 就会报错 好 try 这个 如果是在里面的话 把整个全扣起来吧 其实这IOS就不需要了 对 它是 这种情况下 如果 反馈true 对 如果它可以反馈true 否则如果报错的话 也就是说 在这个收音里面是找不到的 ac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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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反馈什么force 也就是说45 比如说这个例子 45是not in the list 好 再运行下指 运行 运行 等于过了 好 提交 提交看下指 好 这里呢 就要注意 解答错误 n等于1 now n等于1的情况 是不对的 我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是index参数输出的位置 就是元素在里面的位置 那元素在位置有可能是0 第0个位置 也就是第一个 所谓的第一个位置 在python里面是第0个位置 那么也在这里是看n等于1的时候 那在这个列表里面是1 这列表是1 3 9 217 1是第0个位置 所以说我这个判断e伏的话 是判断如果是不等于0 那就是true 等于0就是force 那显然这样是大于等于0 就能找到位置 能返回true 不能找到 再返回force 这个才是要正确的 所以说漏了一个这个特殊情况 好了 位置问题 not in the list 那我这里已经try了一下子 我这里不能这样 不要打印了 我一打印就会 这里就报错了 好 再提交一次 这下应该是能过去了 也没出错 好 提交成功 通过 那么我给大家显示的几种方法 都可以呢 完成这套t的 包括呢 我不用像不用的循环 也是能做的 好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